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苏大内斗省的称号也在互联网时代较得响亮 当然这种所谓内斗可不能归为江苏人就是号内斗 因为江苏虽然是一个省 却光方言就有中原官话 江淮官话 五语三个预言片区 再加上历史上区化变动频繁 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就形成了苏南歧视苏北 江南歧视江北的一套鄙视脸 那么这个经济发展差距到底有多大 苏南真的敢超欧美 苏北真的穷如非洲吗 人生资本论来告诉你 差距还真不小 以江苏最富裕的苏南城是苏州为例 2016年苏州GDP总值达到了15475亿元 相当于三个多颜城 6.5个连云港 0.85个全苏北 苏南总量上已经非常富裕 人均的话 苏南五城本居前五 牢牢捍卫着在长三角的江湖地位 放到国际上 苏州的人均GDP相当于台湾或者马尔他 而苏北最富裕的扬州的人均GDP相当于帕劳或者赛舍尔 所以说这条鄙视链还真是有逻辑的 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哪里都有 江苏是最严重的吗 当然不是 比如说另一个经济大省广东 论总量 广州市GDP是最不富裕的城市云浮市的25倍 论人均GDP 最高的深圳是最低的梅州的7倍 差异可比江苏省内部大多了 文化上广东有潮汕 客家 广府三个文化片区 互相之间可是连说话都听不懂 那么为什么人家广东省就没有成为大内斗省呢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广东省的省计人口流动规模全国最大 是江苏省的三倍多 所以广东土著日常生活中 更有机会接触到的是北老 所以说江苏啊 文化没他统一的贫富差距没他大 贫富差距比他大的文化比他统一 一个省的文化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的形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人生资本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